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修 今天是小时节 在学校的教师都放假 教师节 诗这个字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供的这个牌位 天地君亲师 这个牌位在南方 就比较少看到 所以我到贵州 在贵州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我看到现在还有人供这个牌位 供这个天地君亲师 供这样的牌位 那么君是领导 亲就是父亲 亲人 师就是老师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 离不开天地君亲师 那么我们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根本啊 就是 就是 教我们啊 跟这个天地 大自然 相应 跟大自然相应 那我们 这个中国的文字 都是从象弦文字 演变成六书 看到文字啊 就好像图画一样 好像图画 如果我们 这个正体字 是后来演变的 最大是这个 钻体 我们看到这个文字 看到这个文字的形状 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 就像现在我们到世界各国啊 语言文字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图画 是共同 人类共同的语言 不懂得它的文字 它的语言啊 看到那个图画 就知道啊 那个图画呢 它的含义 它的意思 好像我们去上 卫生间 画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那个什么文字 通通不要写 现在看到那两个啊 大家知道是厕所在那边 这个现在全世界通用的 那么在中文这个文字啊 就是象形文字 就是这样的 依照啊 这个天地间 这个万事万物啊 它的一个形状 来造这个字 像那个水啦 像那个水啦 火啦 你从这个原始的文字啊 它的字形啊 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台南极乐寺 请这个老教授啊 来教文字学啊 这个周老教授啊 他住在高雄 那么他去台南教文字学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 那我想啊 我们也可以请他来一天啊 我们讲一点啊 文字学啊 这个很有味道的 很有意思的 那么中国人 不认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所以现在大陆也好 台湾也好 实在讲啊 去中国化 那为什么要去中国化啊 因为他现在把那些政党啊 认为他就代表中国啦 其实现在的政党啊 并不代表中国 那么唯一代表中国的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那才能代表中国 那才有内容嘛 现在的中国人啊 实际上讲啊 这个人这个样子啊 是中国人 黄皮肤的 但是他的思想是西方思想 你看现在小孩子啊 都是教他将来当外国人的 从小就 中文不会没关系 英文不能不会 有没有 那大陆跟台湾都一样 你说现在到哪里找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啊 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老和尚 老和尚一个 那么老和尚 跟着老和尚学习的 那么像蔡老师啊 他可以算是中国人啊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啊 这个 他的认识啊 修学也有相当的一个深入 也不容易 特别 他生长在台湾 高雄啊 这个本土的人啊 对自己老祖祖宗文化 这么深入啊 真的也是 非常非常难得 所以 现在他出家了 老和尚尚有其他到 威尔斯大学去教书啊 那最近我们也在学习 他讲的前述制药啊 那 因此我们自己要先认识自己祖宗的文化 这个 现在人对这些观念啊 实在都没搞清楚 也不认识 那这个 随便讲 随便骂 那这个也是 我们了解的人啊 听起来就很离谱啊 那跟这个事实啊 在 都是 相违背的 不符合这些事实 因此我们 接触到传统文化 接触到佛法 首先自己要先认识全主 所以我们这个中文啊 在世界上真的是独一无二 我们老上讲这个话 也一点都不为过 还有 英国唐恩比教授讲的 真的就是 你现在查全世界的文字 那真的中文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我们看 这个人 他的自行 就是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 你看人就是站着 那跟猫狗不一样 猫跟狗 他是 他是狠行的 他身体是狠的 我们一般讲狠行霸道 形容一个人啊 就像那个动物一样啊 不懂道理 不讲道理 他叫狠行 狠行霸道 没有天理 没有天理 狠行霸道 就包括我们上这个箱啊 就是在我们传统文化讲啊 顶天立地 一个天一个地 那我们人这个形状啊 那我们人这个形状啊 头是顶着天 因为我们跟猫跟狗不一样啊 不是趴着 用用 用横着走的 是立着走的 所以头顶着天 脚立在地上 叫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啊 就形容我们人啊 就是这个这样的形状 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 上香就是上立香 这个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 就表示我们人啊 顶天立地 所以上立香 所以上这个香 也要知道 所以过去台南 波罗金色啊 开心法师啊 很强调上这个立香 他不会讲佛语啊 他只会讲台语啊 那么他很欣赏我们牢上 讲华元经 他也是提醒 牢上讲华元经 提醒的人之一 但他本身是写天台的 因此我们对这些啊 多 要有一些认识 特别我们 到我们这个流通处来啊 来这里 大家要发心啊 来做这些流通的工作 自己本身啊 要先认识卿 那么才知道啊 自己 做的这个事情啊 他的意义 他的价值在哪里 那么学习是我们一生的事情 所以天天要学 所以天天要学 这个太上感念篇讲的 就是道家教人啊 断乐修缮的一本经书 讲的都是 句句啊 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听得到 看得到 接触得到 我们读俗啊 再去观察这些人事物 慢慢啊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啊 感觉到啊 实在讲啊 讲的都是我们现前生活上啊 你遇到的人事物 都不出这些范围 那么道家呢 他讲的道法自然 道法呢 合乎自然 这个现在人也有很多 这样的认知啦 就是合乎自然的东西啊 他才是正常的 才是健康的 如果违背自然啊 那就不正常的健康 那我们现在呢 在六道里面是人道法界 那么人道法界啊 应该我们的生活规律啊 要合乎啊 这个人道法界的 这个生活规律 那才也健康 所以西方人啊 把老子啊 认为 定位为自然科学之父 道法自然嘛 现在西方人啊 很向往中国这个 孔子老子 很多有心的人啊 到东国来 流血 但现在到中国来啊 他写不到 他写不到 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现在 他自己都不写了 甚至啊 对于自己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 认识的还不如外国人的多 有些外国人啊 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还比我们更深入更了解 自己中国人呢 不愿意写 认为这是迷信啊 封建时代的东西啊 所以在中国呢 从这个历史要看 所以现在呢 这个我们台湾政府啊 不给这些下一代独立史 这个真的是 扼杀了下一代的 认知的权利 实在讲他没有这个权利 剥夺他们认识的这个权利 他是教这个 我们台湾啊 近代的东西 而且近代史啊 而且都扭曲了 都改过了 他那个历史 他是一个元系的 他不是切割的 好像我们的祖宗啊 你能切割吗 他现在是用切割的 那几代呢 那你孙子那一代啊 那你孙子说 那你祖父也跟我们没关系啦 我只有父母没有祖父 这样讲得通啊 但是现在呢 所有的人也都被迷惑在这个上面 自己啊 也不明了 也无理无土的 被误导 这个就很可怜了 现在呢 讲真话呢 听不进去 讲假的 大家都 听得很犯行 听骗的 不听劝 现在人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 也说要救全世界的人类 要先从自己救起 你自己 台湾就救不了 那还能去救世界吗 这个也办不到 所以我们大家要同共发心 要从自己做起来 先从自己做起 你自己没有学好 你自己没有得到这个 殊胜的功德利益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跟 我们的亲人朋友分享 跟我们有缘的人分享 这个也做不到 所以首先啊 我们本身自己啊 先学习 先深入 得到这个好处啊 才能够跟 我们周边的人 有缘人分享 这个是必然的 在这个感应篇讲的 那么每一句啊 我们都可以引经句典的 儒家的经典 佛教的经典 包括其他宗教的经典 都可以找到遗迹 所谓真理啊 放诸四海皆足 那现在我们社会啊 整个世界这么乱 实在讲啊 都没有教这些 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没有教这个 那么人没有教啊 他就不懂 他不懂做错事啊 能怪他嘛 也不能怪他 没人教嘛 他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也大慈大悲 现代人啊 犯再大的错 都不能怪他 没有人教他 他也不知道他那样是错的 那这个真的是很可怜 也很可悲的 一个人啊 我们自己知道错啊 我们人亏盛贤 俗能无过 我们人不是盛贤 孔老公子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孔老公子一生事件啊 也就是 从生下来就一直学学到老死 孔子讲啊 有一天经过河墓啊 指着河墓给学生讲啊 到那个地方就不用学了 那这个意思就说明啊 我们一口气再还要学 从出生写到老写到死 那写什么呢 根本的教育就是 这个道德人 那么最后一个叫义 义素的义 所以孔老公子他教学就是 道德人义 那个义是艺术的义 那个义啊就是 各行各业各种技术啦 各种艺术 所有的 每一个科系都 通通包含在那个义那个字里面 那个义它是第四个 第四个 那前面呢要道德仁 那么道是本体 一般人不容易体会 那么 本体是如如不动的 佛法讲自信 所以我们一般人啊 我们凡夫啊 体会不到 那心一动就要有德啦 这个我们 一般的人也体会不到 那么体会不到啊 再讲人 人义 离 人就是两个人 推己及人 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啊 义就是合理的叫义 不合理就是非义 要合乎义 合理 这样去取得 不能不合理的去取得 就是非义之财 不如法 不合理的取得财物 那财物他也享受不了 反而啊 亏损自己原来的福报 实在讲啊 得而不偿失 得到的啊 没有办法去抵偿那个失去的 这个就是厉害 如果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那 大概不会有人 去做那些 不合理的事情 去取非义之财 现在呢 取非义之财的人很多 他也不知道啊 你跟他讲 他也不会相信啊 他甚至还说你是明信 这个我们现在很普遍 都接触到的反应都这样 他相信科学 那科学是在意 那一个字里面 科学也是很多很多方面 那个意里面通通就科学 所以科学呢 那不是只有研究机器一部分 那是科学的一个项目的部分 实在讲啊 所有都是科学 狭义的这样啊 就现在呢 研究科学的 学科学家 那广义来讲 那哪一样不是科学 那科学最发达的 最圆满的 就是西方极略世界 我们科学啊 我们科学啊 没有办法跟阿弥陀和比 阿弥陀的私衣 衣服就穿在身上 想到吃什么东西 他就献钱 吃完之后啊 就话没有啦 也不用冰箱 也不用去收拾 我现在科学做不到 那现在呢 这科技啊 越来越发达了 以前啊 认为佛经讲的都是神话 所以我们老上啊 以前在讲经也讲过 他指出台大一个教授 那个教授啊 看不懂金刚经 他不会看金刚经 他说金刚经就两桶水 一桶倒过来 一桶倒过去 就两桶再倒来倒去 那外行的 那个教授是外行的 你去看看江卫隆老居士的金刚 就讲你 怎么了一桶水 那外行啊 又是一个教授 人家也不好意思讲他 你讲他就给他没面子 下不了台 当那个教授那么外行 所以外行啊 我们不懂的东西 我们不要随便去发表意见 那给内行听到 还给人家笑话 特别你是教授的生物 那会跟人家笑掉大牙了 所以我不懂的 那这个请教专家 请教专业 我们不要随便去发表 因为我们是外行 因为我们是外行 隔行如隔山 所以这个教授说啊 这个全世界最会吹最会盖的就是佛教 那以前的人认为 那讲神话啦 明信啦 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 那就发现了佛法是最高端的科技 我们人类永远感不上人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先认识清楚 那么先调整我们自己 先调整自己 才能够去感化别人 那我们自己没有修好 那也没有办法去感化别人 所以先从自己来修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教师节 这个天地均均是 均是领导 那我们每一个人实在上 都计备均均是这个神的 我们身在这个天地之间 我们每一个人都计备这个神 也做人家的领导 也被领导 也做人的父母 也做人的儿女 也做人的老师 也做人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教师节 这个我们从广义的来讲 就不只限于说 现在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我们应该从广义的来看 所以我们老套上常讲 母亲是儿女帝老师 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那他跟谁学呢 直接影响他就是母亲 母亲的一举一动 生活取机都影响胎儿 第一任的老师是母亲 没错 真的是这样 那小孩子看看母亲做什么 他会去学 我从小就看我母亲 在彩那个 彩虹的 以前那个彩虹 我也会去学 学煮饭 学扫地 学洗碗筷 你看看看去学 一方面 做母亲的人他会教你这些 现在做母亲的人也不会教小孩 不会教小孩啊 你就会为儿女操心一辈子 所以每次有童修啊 他儿女结婚啊 送洗碟来啦 实在讲啊 好像很高兴 但是 我们懂了一点传统符话的人啊 又事情看那么多啊 实在讲啊 剩在等 你没感觉吗 为什么呢 现在离婚率太高了 你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啊 又童修来啊 就赶快拿去 要怎么去经营你们的人生 这个你不学不行的 不但只要学啊 还要教育你下一代 不然 纵然你们夫妻 两个还维持这个婚姻 不懂得教育下一代 将来有儿女不会教 他学坏啊 做婚姻的外 为儿女操心一辈子啊 那很可怜的事情啊 有什么值得高兴呢 实在讲啊 反后都没负啊 不知道后面的后果怎么样 现在人呢 无知 所以我们 响应我们敬老和尚敌葬的中国传统文化 真的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遇到啦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有这个义务责任啊 给他来传承弘扬出去 这是我们的义务跟责任 责如旁贷的 那也是我们积功累得啊 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我们也不能错过 这个因缘啊 稍重疾次啊 我们也不能错过 所以我们在教师节里面啊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要知道啊 自己啊 也要为人师啊 不能把这个责任啊 推给学校上课的老师啊 各行各业都有老师啊 是不是啊 你这个剃头的 那个也有老师啊 也有师父啊 只是说他这个各行 不同的行业都归纳在义 艺术这个义 道德仁义那个 那个范围里面 那么各行各业 都要有道德仁 这是共同科目 那么义的部分啊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分啊 能学多少 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啊 多才多艺 有个人只会学一种 个人天分不一样 在佛法上 个人的三根福德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基本科目啊 道德人 不管你是哪一行哪一业 都不能没有的 这一点我们大家必须认识清楚 那么 今天教师节啊 在大陆上 他们教师节日子好像9月10号 我们是9月28号 日期不一样啊 那总是都有教师节这个节日 那这个节日啊 最重要的 还是要懂得啊 教师是每一个人 都要啊 去担任的啊 不是只有学校在教书的老师 这一点大家必须 认识清楚啊 那么我们好好啊 来学习啊 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就是要不断的学 不断的学呢 我们不断的 为人师 我们做好了也是给别人做榜样嘛 那就是师就师范嘛 给他示范 给他一个模范 那么我们不足的 我们还要做学生 不断的在学习 好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此地 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阿弥陀佛 好 喔 هو 他 好 好 喔 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